請問一下彭醫師 有 其實就是人參 大家想說人參大補氣血 大補人氣 去看產部都帶人參 其實產後是不能馬上吃人參 是喔 對 因為人參它可以補血 但是你其實產後 還在排二路 你這樣吃反而會大出血 很危險的 它對於如果你貧血 引起的一些頭暈 可以改善症狀 所以你產後 但是就是你出血的時候不能吃 再來就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時候 不能吃 因為它會提升 你晚上都已經睡不好 在吃人參這樣沒有幫助的 對 好 人參 尤其是很多人去探試這個產婦 然後就會帶人參 想要要補 人參又退奶 所以如果他問母奶 對 他問這個萬萬不要送 真的不要送 因為帶雞精不要帶人參 雞精可以嗎 雞精不要一開始就吃 其實如果說 對 一開始生完就吃雞精 大概也是補好的 一開始的飲食 就是先清淡 簡單 低鹽 然後之後要滋補 要補 慢慢再補 要慢慢再補 對 那西醫來看呢 有沒有什麼禁忌 是在月子期間不要去做的 這個很簡單 基本不抽菸 不喝酒 呼吸毒 這基本觀念 另外是 另外就是那個 不要 盡量不要舉重 像我剛剛講 尤其是剖腹產 我們在歐美國在講說 產後兩個月 兩個禮拜內 不要舉重超過五公斤的重量 所以除了抱寶寶之外 其他舉重就交給親愛的老公 對啊 媽媽、姐妹這些的 另外因為那個子宮 剛剛生完子宮頸 譬如說自然生的子宮頸 還沒有關 還沒有...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建議說不能洗... 泡澡、游泳、泡溫泉這種的 因為怕說... 不行 因為你的子宮頸還沒有關 所以就怕說細菌 經由陰道跑到子宮 造成你子宮跟骨盆腔發炎 這樣子也不好 而且如果剖腹產的話 你的傷口 腹部傷口還沒有敷衍 你也不能去做這些事情 另外一個禁忌 絕對禁忌是有些藥物 我們是希望 就是坐椅子期間 殘後期間盡量避免掉 對 有些藥 對媽媽的身體 可能比較有一些負面的作用 或是會影響到寶寶 因為它也在侮辱的時候 對 其實沒有很多經濟 也鼓勵這個產婦自己哺乳 對不對 對 當然 哺乳有很多很多好處 是 尤其是現在各個醫院 都很落實這個部分 我們盡量做... 母音親善 真的母音親善 有時候我們就很想說 好,我們睡一下 然後把它推到愛兒市去有沒有 馬上又哭了 電話來 你要不要把小孩帶回來了 是 但是這樣子 其實哺乳也可以幫助產婦 做子宮收縮對不對 對 哺乳本身會促進子宮收縮 所以剛開始生完 前面兩三天 病人都會說 寶寶一吸 乳房痛,肚子也痛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對 所以要比較好的去教他們 哺乳為什麼有它的好處 然後教他們正確的方式 要不然很容易就會放棄 是 好,那護理長有沒有補充的 事實上 我在臨床上發現很多 我覺得禁忌的部分 有的人是對他個人來講 像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可以洗澡可以洗頭 可是有人還是堅信 不能洗澡不能洗頭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告訴他說 那你就照你自己的禁忌走 對 你就不要去辦 不然哪一天頭痛 他就開始怪罪 對 我跟妳講就是 護理長說可以 對 然後我洗了頭之後 我頭痛 對,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自己堅信不移 是 那這個就是你的禁忌 對 這個就是你的禁忌 是 而且我也覺得啊 如果婆婆真的很堅持說 你要這樣子的話 你就 你就做嘛 不要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引起這個家庭的不愉快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 關於洗澡部分 都是用生薑水 可以擦可以洗 都一定沒有問題的 生薑水 對,而且它可以上鹽 用生薑去煮水是不是 對,生薑煮水 就是那種 吃過的薑就可以了 對 用生...嫩薑 可以消鹽 用嫩薑 就是老薑 老薑 對,老薑煮水 好,其實所有的這個產婦 都要放輕鬆 其實我覺得心理狀態很快樂 然後愉悅是很重要的 所以面對那些禁忌 然後很多的迷思 我們今天四位專家 都幫我們破解了 那麼我們在下一集節目當中 還會教觀眾朋友 怎麼樣在坐月子 好好的做 然後身體可以做得很健康 孩子也可以很健康 那麼在今天這個禁忌的部分 最後請四位專家 做一點小結論 來,林醫師 好 我鼓勵各位產婦 在生產跟產後的期間 多跟你的婦產科醫生 護士還有家屬溝通 多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然後心情 或者身體上有什麼需求 一定要好好溝通 對 好 那我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生小孩是很大的事 今天你可以找中醫師 先了解自己的體質 這樣會知道 坐月子期間要吃什麼 可以真正補到自己 又不會多餘的熱量在身上 這樣子就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坐月子 來,伊莉 其實我提醒大家 如果媽媽的話可以 可以餵母乳的話 就是餵母乳 你可以幫助你產後的減中 會更快速 那如果你在攝取上面 飲食上面 針對於比如說乳汁的分泌 你這個水分真的要足夠 那如果是 什麼樣可以幫助乳汁分泌 其實如果你是吃所謂的 昏的人 比如說像一些魚湯 排骨湯 湯湯水水多喝 對,雞湯其實你可以攝取 那如果怕太油 你就把上面那層油給撇掉 那如果你是吃素食的人 其實你可以像 剛剛講的黑芝麻糊 桂圓枸杞茶 或是所謂的一些燕麥 胚芽、米漿 這些其實都是促進乳汁一個分泌的 那你其實還是可以 放在點心的部分來吃 好,護理長 剛剛講到母奶 我想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怎樣讓你的奶水多 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你的心情要保持愉快 另外還有一個 母奶有一個觀念 你的乳房 你的乳汁要被 被那個移出 就是不管孩子是吸 還是你把它擠出來 當乳汁被移除的時候 它才會補充 它就會告訴大腦說 對,你要趕快下指令去補充 才能給你的嬰兒 所以如果你今天都不做 這個補乳的動作 或是脊乳的動作 對 你吃再多的 所謂的發奶食品 事實上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它其實應該有點像是 供需原則對不對 對,供需原則 小孩子需要的越多 它就給你越多奶 對,然後小孩子都不太吸 或是你也沒有胃 對 它就到處大腦說 不要再給它乳汁了 沒錯,就是供需原理 我想還有一個就是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懂得尋求資源 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 然後你有什麼問題 是照顧孩子的問題 還是哺乳的問題 還是跟婆媳之間的溝通問題 我想這個你要尋求資源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你的月子做好 做好,好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還要告訴我們